大家好 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 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近期因为CoreOS先进封装产能高度吃紧 除了几个AI晶片龙头有能力大量包产能外 其他特殊应用晶片ASIC和二线的AI晶片业者 难以争取到足够CoreOS产能支援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陆续传出 英特尔的EMIB先进封装制程成为晶片业者的考量之一 半导体业界更盛传 网通晶片大厂Marvel甚至联发科都积极想要尝试 甚至可能有前段投片台积电后段找上英特尔的新生意模式 据了解英特尔先进封装实力不俗EMIB有吸引力 由于英特尔EMIB技术本身价格较为实惠 散热表现也不错 面对一些技术规格需求相对没那么高的产品 确实是能够支援 部分ASIC厂商如Marvel 联发科传出已经试着透过采用EMIB制程来提供价格更便宜的方案给客户参考 也有消息表示 EMIB现在已经有非英特尔资深的客户确定采用了 事实上 CoreOS产能吃紧的情况并非是现在才发生 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 但随着整个市场对于云端 AI晶片的投资与需求持续暴增 无论是台积电还是与其CoreOS制程配合的测试供应链 全都处于产能全满持续感单的状态 从台积电高效运算HPC相关营收 在上一季几乎没有任何激增就可以看出 现有产能确实已经都在运转了 更令市场头痛的是 越来越多美系客户对于在美国本土生产有相关需求 虽然台积电的前段晶圆代工制程正陆续到位 但后段制程现在仍得全部运回台湾处理 这就没办法完全符合客户在地制造的需求 产能不足以及美国本地制造的缺口 都使得英特尔的EMIB变成值得考虑的替代选项 包括苹果、Apple、高通、Qualcomm近期都默默在招募人才的条件中 加入了需要对EMIB技术有所了解这一环 半导体供应列业者表示 确实以苹果和高通的云端AI晶片技术需求来说 一个应是以自己的云端ASIC为主 另一个则是锁定T2的AI加速卡产品 确实都不一定要用到Quals 更具成本效益的EMIB 或许还能为其带来更好的效益 而其他ASIC的专案 如果是针对运算要求相对低一些的推论应用 EMIB确实也可以支援 因此苹果、高通皆有动作也说得过去 英特尔2.5D、3D先进封装都成为了选项 虽然部分半导体业界人士认为 EMIB技术是为了掩盖英特尔在晶圆电路设计能力的不足 将部分运算需求转移到再版端的做法 但EMIB确实是个发展相对成熟 且有一定实际的技术 要用来支援一些比较紧急 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涉及到量产的T2专案 确实是做得到的 在现今ASIC与二线AI运算晶片 越来越强调性价比的大环境下 EMIB是有一些优势存在 IC设计相关人士表示 和英特尔针对EMIB进行合作测试的业者 有在增加的趋势 当然短时间或许还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出货量 但放眼长期 如果合作的成效不错 2.5D的EMIB 甚或是3D封装的Folveros制程 都有机会稳定接到一些订单 实际上 前段投片台积电 后段找上英特尔并非不可能任务 供应列业者强调 目前市场上再传的做法 都是要整合台积电的晶圆代工前段制程 和英特尔的EMIB后段制程 要将两者整合在一起 确实还需要花顶心思 但对于英特尔来说 考虑到其晶圆代工服务 目前还没办法说服这些领先大厂 先从后段先进封装的服务开始做 不视为切入AI晶片供应链的一个方式 毕竟CoreOS产能供不应求的这个时间窗口 可能只是暂时的 如果没能把握这个机会 争取一些专案来练兵 未来这个先进封装替代方案的生意 就会直接被AMKAR或日月光投控 七频等传统风策代工 OSAT业者瓜分掉 研发科发言体系指出 对于ASIC相关业务的技术细节 不做任何公开回应 在此背景之下 台积电于11月底 召开了年度供应链管理论坛 向百余家合作伙伴 披露2奈米及A16等次世代制程的最新路线图 在AI晶片需求持续景吞的背景下 台积电正加速扩大先进封装及晶圆产能 全年资本支出估值已逾400亿美元 部分机构更预测总投入或上碳500亿美元 以应对未来几年日益复杂的制造需求 台湾媒体援引半导体供应链 为具名人士的话称 台积电计划增建三座2奈米厂 以满足联埃晶片订单激增的需求 报道指出 台积电援引在新竹和高雄 规划投资7座2奈米厂 近期将在投资3座2奈米厂 地点将位于台湾南部科学园区附近 新增投资总额推估将达9000亿元台币 折合286亿美元 为满足挥达等客户报表的算力需求 台积电大幅上调了产能指引 市场数据显示 前2奈米月产能预计年底达到4万片 并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翻倍至8万至9万片 作为AI晶片交付瓶颈的QOS先进封装产能 B计划在2025年底达到每月7.5万片 较2024年水平接近翻番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此前已明确表示 云端GPU目前处于完全受惊状态 否认了市场关于AI泡沫的担忧 扩产周期的拉长促使台积电调整了供应链策略 多家供应商透露 台积电已打破过往一年一千的惯例 转为提前锁定未来两年的产能排期 显示出极高的扩产确定性 中沙、汉唐、翻轩及亚翔等台湾本土材料 与工程厂商有望直接受惠 分析师预计2奈米制程有望在2027年成为主流 届时相关耗材营收将追平目前的3奈米 终端巨头的军备竞赛是此轮激进扩产的核心推手 除辉达外 AMD伊丽夏目标在未来3至5年内 实现资料中心AI业务于60%的复合增长 随着苹果、高通及联发科等客户 对先进制程需求的集中释放 台积电正通过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 巩固其在高效能运算领域的市场地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